我们到了这一家海鱼海鲜餐馆 是当地朋友推荐的 看一下它的价格 这个是它的开胃菜 菜单倒做的挺精美的 这些是海鲜吧 还有鱼 我们点了炒鱼肚 它是XO酱炒的 我们点了姜葱 温哥华蟹 今天特价是35块钱一个 然后我们点了干草牛糊 然后最后一道菜 羊肉 我刚刚已经是吃了一串 总体来讲 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性价比不是很高 跟我喜欢吃的那个主愿来比的话 主愿的量要大多 但是里面菜里面最好吃的我觉得是 这个温哥华蟹 它是姜葱味的 但是唯一一点它这个蟹的壳 敲的不够碎 所以吃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个蟹的肉还是挺挺新鲜的 很鲜甜的 其他的我在尝一下 我们叫的这个羊肉堡 你们说一下它这个羊肉堡里面的羊肉 是味也很软辣 但是它这个羊皮不够烂 羊皮还是咬动 羊肉堡是有那个大料烧过的 但是量比较少 真的是比较少 再是它的牛盒 牛盒的话也是中规中毒 但是我是觉得最好吃的牛盒呢 是我经常去的 那一家黄金茶寮那一家的牛盒 是最好吃的 那个第一道那个鱼肚碗 炒鱼肚 它是鱼的那个鱼泡泡吧 应该是鱼泡泡 炒鱼泡泡那个一点都不推荐 那个咬不动 而且量又比较少 这家店的优点呢 我觉得是 葡萄园小姐的态度很好 然后上菜也很快 我们从坐下来到吃上菜 大概不到十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上菜还是很快 所以呢 这边的唯一的我推荐菜 就是这个加拿大蟹 我们是点的那个姜葱味 大家如果吃过这个葱园 还知道其他有什么推荐菜的 可以留言在底下 我们吃完买单呢 一共是110块钱 这个是没有付小费的情况下 110 我吃着 你吃 我去尝试 你来了 你来看什么 你来看什么 这是你来看得不住